有轉切換畫面嗎?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啦 老師其實很想來上課啦 臨時老師也有通知會議 然後我也是臨時被叫過來上課 那我們就繼續第八堂課 第八堂課就是進階驗證篩選與外部套件應用 大概就是上一節課我們不是說我們有一些資料處理嗎? 那資料處理完有一些因為任務的不同 所以我們可能抓的東西可能也會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我們就來看看這節課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那上週就是我們發現就是有些精準的找到錯誤比數啦 那有些資料可能刪掉就可以 有些資料可能不用刪 可能要再進階使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一樣讀檔 那這個上禮拜檔案大家都應該都有 然後也知道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上禮拜我們還記得我們就是有做一個前處理 就是我們把日期不符合的刪掉嘛 對不對?把它排掉 就是日期有問題的還有印象嗎? 那這邊的語法應該大家都還記得 研究所的應該是不知道啦 因為上禮拜有研究所沒有上課 就是這個意思是指我們把Data裡面的Data把它轉成日期的格式 原本它不是日期啦 原本去看一下它的屬性 是Beta 但是它是日期的屬性 那日期的屬性我們就要把它轉 用Estate來轉 那有問題的日期它 假設有些月份也沒有31天 沒有第31天 那這種有錯誤的日期 它在轉換的時候 有問題的它會直接把它變成NA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有NA的話 這邊就直接把它排掉 用金碳號 就是percent per percentNA 前面加金碳號 那這邊我們一樣把它的人數 有多少人給抓出來 好 那 我們這邊一樣先建立一個就是 新的變相 然後先給它產生錯誤的一個欄位 這邊可以齁 到這邊 那 這邊是先用I等於5 就是第5個人 來做 看一下它這邊叫什麼 好 那 它就是先把第5個人 到這邊都可以嗎? 這邊應該都很熟了吧 第5個人的資料給取出來 那它這邊 它取了percent 還有時間 還有錯誤的這些 檢查這個 NA 目前我們是先填NA 好 那我們在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 把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第一筆 第一筆 我們在上次的規則當中 我們第一筆 絕對是正確的 一定是不會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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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問題吧 就是第一筆我們都是給它foss ok 那我們是檢 那時候我們就是說 兩個月 檢查兩個月 有問題 就是兩個月 重複報 申報 有問題的 是給它抓出來嗎 好 那我們這邊 先第一筆先給它foss 我們再看一下 第一筆就給它foss了 好 好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 上次我們講 我們透過回圈的方式 去檢查日期 兩個月內 有重複申報的 那但是啊 我們像假設我們現在是 2008年3月21號 這是第一天 那 5月17號 是小於兩個月嘛 這個一定是有 應該是要被刪除的 那在6月10號這一天 是不是跟3月21號 其實已經差了 兩個月以上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 可以接受的日期 對吧 可以理解嗎 就是兩個月內嘛 第一次申報 兩個月內 那這個是在兩個月內 一定是在兩個月內 那我們這個 把資料刪掉 那這個 這個就沒有在申報裡面 那下一次申報 這個應該可以拿去做申報 因為第一次在3月21號 可以齁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咧 看一下喔 這邊 它是 先把 看一下 第五個人的DATE 先取出來 我們執行一下 這樣可以嗎 它把它抓出來 然後看它有多少天 有幾筆這樣子 這樣有五筆 它存在N.DATA N.DATE裡面 然後再用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一定是要做兩次的回圈嘛 先做 人的部分 I是人的部分 那這邊是Subdata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它寫什麼 我先執行 K等於2 好 那這邊 這邊是一樣先把人抓出來 這一個人 然後 這裡 是錯誤的 且 且是錯誤 是FALSE的 然後 這裡 不是NA的 可以看到嗎 看得懂嗎 所以它這邊有很多條件 對吧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它是這樣 然後 這樣 到這邊都還可以嗎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 執行一下 是先抓出 第一筆 資料 下一筆 第一筆 第一筆 對吧 那這個 它現在是抓出這一筆 這一筆資料 然後它用Lens 先鎖印 鎖印在裡面 一樣 它取出來是這一筆 所以最後一筆也是這一個 OK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我先執行到這裡 先執行到這裡 就是正確的DATE先抓出來 那就是也就是第一筆 我們這邊先做 就是第一筆 然後 在這邊Lens 假設它有很多筆 它有很多筆 那它的Lens是最大值 MAX值 所以它在鎖印的地方 假設它有無筆 那它這邊也是取出最後一筆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在這邊 它是 就是 看 它現在是回圈 回圈一筆一筆去檢查 最後一筆 跟 最後一筆的差 差多少嗎 可以看得懂嗎 好 那我們再執行一下 那這邊是 小於 如果它小於60 的話 它這邊就是填 醋上去 就是有問題的嘛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 找一個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那如果我們執行 這一個 再執行 K等於3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它還是第一筆 對不對 如果它現在裡面 裡面 它現在是Furse 就是Furse的話 它現在就會有兩筆 兩筆的話 它這邊就會取出最後一筆 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 我一樣執行 這樣變Furse 那我們看第四筆 這樣就比較有感受 它為什麼這邊會取出 取出兩筆 然後在這邊 在這邊 它就會取出最後一個時間點的日期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打包回圈嘛 這邊是N.data N.data 這邊是N.data N.data 然後一樣 一樣我們是從第二筆開始 看一下喔 就是 就是如果它的比數 只有一筆的話 一定是 就是那個人 他只有一筆的話 我們就是不判斷嘛 因為他是正確的 所以他是從第二筆 就是如果那個人 他有兩筆以上 我們才做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邊從二開始 然後這邊 再把它包成 挨這個回圈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 然後他這邊 他這邊有用那個 進度條啦 進度條 如果資料比數多的話 可以做件事情 那上次有說過 進度條 我們要怎麼做 應該都知道吧 還記得 應該加在哪裡 OK 這邊是一樣的 那是這邊 加了這個 好 好 那我們重新執行一次 好 那執行完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Data Data 這邊就填了嘛 填出來 會不會太快 那上次我們也有做那個 GFR的異常值 就是血率超過2以上 那我們大概也是 做法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先花一點時間練習 那我們的練習啊 就是EGFR 我們就是要找 兩個月 呃 單月血率超過2以上的嘛 那 就是如果 呃 超過2以上 我們就是 跟前面時間是一樣的 就是 假設他現在是 呃 這個 這個時間點 他跟上一個時間點 沒有 沒有超過2 我們就是以下一個 時間點 跟第一個時間點 去做比較 對吧 對吧 那 也就是說 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就是老師設計的練習題 基本上會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這邊 這邊其實最 要改的就是 把原本的Data 改成 變數 產生一個新的 就是 EGFR的一個 Variable 去Check它 那一樣 我們是第一筆給它 Force 然後 呃 執行 然後 這邊執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第一筆給抓出來 第一個人的 這是第一個人的嘛 第一個人它有兩個時間點 那如果 你要再更細看 看所有資料 就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 現在它可以很明 我們現在可以明確知道 這個 NN.data N.data 這個 它是大於2嘛 所以我們這邊要執行K 這邊 這個回圈嘛 那如果要執行這個回圈 因為K是從2開始 所以我們這邊是K等於2 可以嗎 如果不想拆回圈的話 那我們這邊K等於2 我們執行一下 第一個兒程式 就是 原本這邊是日期嘛 我們這邊就把它改成 那個EGFR的那個 新的欄位名稱 然後把Data給抓出來 然後是Force的 就是 這一個人 他是目前填到 是Force的日期 給抓出來 那現在抓出來 他是 有一筆 是第一筆嘛 也就是第一筆 那它是最後一筆 也就是說它是同一筆 那可以知道的話 就是最後一筆 然後這個是下一筆嘛 K是2是下一筆嘛 對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 也就是說第一 上一個檢查的 最後一筆跟下一筆 要繼續做相檢 對 然後相檢完 這邊要轉成 字串 那個數字 還記得嗎 是為什麼 對 那就是說 我們下 就是這邊 你剛才講的是我們這邊要相處嘛 相處的話 這邊的格式要一樣 這個是數字 然後這個是日期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要把它轉成 那個數字 的格式 它才可以做嘛 如果我們沒有轉的話 我先執行下面 我沒有轉嘛 OK 我先 執行到這裡 好 那我們除這個 你發現它有問題嗎 那有問題就要去檢查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剛才已經說 它這個是因為它是 數值的格式 那我這邊就要把它轉成數值 這樣就可以除了 那 上面是除以 上面是做 我們是 這邊是做分母 這邊是分子嘛 對吧 對吧 那我們分子的話一樣 就是把它的 GFR先取出來 這邊跟Date跟GFR 不一樣嘛 那這邊是做分子的處理 那一樣是第一筆跟最後一筆 第一筆跟下一筆的一個差別 然後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是 大於2的部分 我們就給它是一個Full 給它是True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 到 到這裡 可以 我們不要這個 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樣子 我們就把它做出來 下一筆就做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是 把這個 寫完之後 把這個 我們原本設定的 把它拿掉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Date Data 它就把它填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算有點快啦 就是 一開始我們知道 我們任務目標 這樣 我們一定是先把第一筆抓出來 就是要去想 去想第一筆要怎麼抓出來 然後要怎麼去拿下一筆 那如果下一筆又是對的 要怎麼去把 這一筆 跟下一筆 去做 去做一個 下一步的動作 那這就是要去想一下這個過程 那我剛才覺得我呆有點快 這樣可以嗎 就是 到時候你們回家練習的時候 繼續的是想一下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應該說 應該說 試著先自己想出來啦 那其實前面應該不會太難吧 不會太難 應該說 程式都不難啦 程式你們都應該都看得懂 那只是想法上 要怎麼做出來 怎麼實現 這件事情 是需要一個 練習的 那接著 下一 第二節課 第二節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些 我們在寫程式 就是有時候會求快 那 求快的話 有一些方式 這邊 這邊是我們介紹一個 Data.table 的一個套件 那 如果你們要安裝套件的話 要使用這個套件 要用Library Library 才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發現 假設 假設我 假設我這樣 你發現它是 no package code 代表是 你可能還沒安裝套件 那如果要安裝套件的話 我們要用 install package 然後這樣去安裝 因為我安裝完了 所以我就沒有示範 可以打這個語法 或是在這個 package 這邊 點install 然後 然後 Data.table 這邊又可以選 那選然後install它 這樣可以嗎 這個很重要 這個安裝套件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會 那其實也不難嘛 然後如果安裝完的時候 安裝完成就是用Library 就是有點像摳這個套件 OK 好 這邊給大家 一定要先執行到這邊 因為安裝套件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安裝套件我覺得蠻重要的 OK 那如果你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安裝完 你們安裝完之後 出教這個Library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它就沒有顯示這個error 如果有錯誤 假設我現在沒有安裝完 這個是沒有安裝完 它就會顯示這個error 所以安裝完可以這樣檢查一下 好 那這個套件跟一般的套件 我們現在要讓 我們現在就是要快速讀檔嘛 那我們以前學讀檔讀CSV 的方式 是用read.csv嘛 那我們先看一下read.csv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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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度是多快這樣子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蠻大的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蠻大的一個檔案 那它現在要1.6秒 這個 這個 這個看得懂嗎 這樣的 這邊 這個 這個你們 這個read.csv一定知道 那這兩行這樣看得懂嗎 這兩行就是 現在把當前的時間 存在這個T0的變數當中 然後下一個時間點 因為它執行下一個程式 它已經不是 現在 上一個T0的時間嘛 是下一個當前的時間 那這邊是剛剛我們存的變數 是上一個時間點 所以這兩個相減的話 我們可以去算出 這兩個時間差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行的程式大概要執行多久 那我們就知道現在讀檔要1.6秒吧 那這個套件 Data.table裡面的套件有一個叫FREAD 這個語法 那它也是一個獨檔的一個套件 語法這樣子 那我們執行一下 我覺得我要這樣執行 這樣0.08秒 差很多嘛 所以 這樣的讀檔方式 就是看你的檔案大小多大 如果你發現你的檔案很大的話 就建議用這個方式來讀檔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讀檔這邊 它的一個 格式 我們如果是用read.csv讀的話 它的格式是Data frame 那如果我們是用FREAD的阻檔方式 那我們看一下 它是變成 一個是Data.table 一個是Data frame 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量 我不知道 可以看到 OK 也就是說它現在是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物件 新的物件格式 那我們 我們習慣的是用Data frame 想要跟read.csv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會在這邊 多加一個參數 Data.table 等於FORCE 那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它現在就變成Data frame 可以嗎 Data frame是我們常用的一個格式 那我們希望把它做成這樣 那你們以後再做csv 要讀csv檔 如果要用這個語法的話 你們就自動加這個參數 Data.table等於FORCE 這樣可以嗎 那再來是我們去看一下 這兩個檔案格式 這兩個檔案有沒有不一樣 這兩個檔案在某些欄位 它的格式是不一樣的 可以嗎 那我們可能就去看一下 它的檔案格式是差在哪裡 就是那個欄位的格式 我們執行一下 那現在看到 如果是用read.csv 它是fatter 那如果是用這個read這個語法 它是自串嘛 那它差別在哪裡 人家有沒有想過它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想想看 就是我們如果要怎麼讓它一樣 當然一個方面是我們直接 用 us 點方式讓它一樣 直接 讓它轉換成自串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 還有一個 就是在讀檔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參數可以下 讓它直接 讀檔的時候是自串 那我們可以用在這邊 在這邊設一下 這個 在read.csv這邊 String as Fatter 原本預設的時候是True 就是String要當作是Fatter 那現在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是給它False 這樣子 好,那麼再看一下 它是不是變成自串 我們先執行這個 現在是都一樣 OK OK 它看到還有一些N&A 反正沒差 那現在是它的格式是已經一樣了 現在都是變自串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們看一下那這邊是什麼問題 還有encoding的問題 那編碼 你們知道什麼是encoding嗎 encoding的話 就是我們在國際編碼 有些時候在程式上 有些編碼 如果是英文 常用的是什麼 UTF-8 應該大家有知道嘛 就在做 Excel的時候 如果你的編碼方式 有時候是UTF-8 有時候是CP-950的話 有時候在打開的時候 它會變成亂碼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encoding 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子 看一下喔 原本是CP-950 那現在變成什麼 這邊沒有寫 好吧 就 這個其實還好 編碼方式還好 就是如果它都還可以讀檔的話 不太影響 不太影響 就是 檔案怎麼 資料的處理 除非你的裡面是中文字 如果裡面有中文字 建議是用CP-950 如果沒有的話 就用UTF-8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我們還有什麼 接著要把檔案寫出 原本我們是用 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 white.csv 這個老師之前有上過嗎 因為我沒參與到 這個有看過嗎 有嗎 那這個是就是把我們 處理過後的檔案 那個資料 變數 存成一個CSV檔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那 這個嗎 我也不知道耶 要看一下書名文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就是有沒有要把那個index 給命名 然後存出來 這樣可以嗎 OK OK 然後這是 如果你用的是 FR EAD 應該說你有用 Library 那個Library Data.table 這個套件 你有用使用這個套件的話 如果你的資料 這邊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尺寸 如果你發現 你這個變數的尺寸 DataFrame這個尺寸 發現它的那個 佔得很大 那我就建議就是用 FREAD 不是 F-White 的方式存出來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們可以看這邊 這樣存的話 會比較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用 WITE.CSV 它存的速度有多快 現在是1.11秒多 那如果是用這個方式 0.04秒 這樣可以嗎 然後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不算是在 那個 Data.table 裡面的套件 這個 我們在 R語言 R語言 長存的一個 是 RData 這個一個檔案格式 如果 這個同學有 學過Python 應該知道Pico P-I-C-K-L-E 不知道 還沒用後面 就 Python獨有的 就是Pico P-I-C-K-L-E 一個檔案 儲存方式 那 這個有點像說 算是 一個 一個 一個物件 你任何東西都可以存在 RData裡面 這樣可以嗎 那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你可以存成 List List 也可以存 Data Frame 或是矩陣 或是Function 它可以存 很多 存不一樣的檔案格式 那如果你是CSV檔 你存出來是CSV檔 它就一定要是Data Frame 或是 Data.table 的一個 資料格式 這樣子 好 那 Safe 如果你要存成 存成RData的話 就是用Safe 這樣存 那 讀檔的話 就是Load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 也是蠻快的 OK 那這個是讀檔 那練習二 就是用這個 這個 看一下 練習二啊 就是 試著去讀裡面的圖 把它讀出來 把它讀出來 可以嗎 就讀檔 顯示 顯示圖片 就是可能要了解 怎麼Library它的套件 好 那這邊 你們看到這個 這個應該是很常見的一個網站 就是Stack of Overflow 算是一個 就是工程師 常常會 如果有問題 常會在這邊詢問 問題 那我們在Google的時候 就會常常看到 下面都會有些 解答 那 那 基本上 它這邊就跟你講 它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這邊就會給你Answer 那我們其實 看這個 這個 我們只要負責 我們只要複製 這個語法 就可以了 它有給你兩種解法 那我們試著用這個解法 在這邊執行 那上面 上面是剛才 那個答案 就是 就是練習題答案 那我們就是去看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就是讀檔吧 那這邊就是一個路徑 你的路徑 假設你有存一個檔案 在這邊 我這邊是沒有啦 那 如果你有存一個路徑 你就用這個語法 然後看你的路徑是在哪裡 把它貼上去 那下面你就可以執行 它就執行成功 那 那老師的練習題的答案呢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 這個 system file 它是指 這個套件裡面 它的一個 內建的一個 圖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 跟下面這個 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 大部分 應該說全部人 要用讀檔的話 基本上還是用下面這個語法 在做 這樣可以嗎 那其實就是 這邊是路徑 那這邊是給它一個 就是這個很底層的一個 套件裡面的一個 內建的一個圖 那基本上 這個還是路徑嘛 那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就把你的 相對路徑 給做出來 那這邊我還要再講 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很常 這邊是 因為老師是 已經貼這個 網頁的 連結給你們了 所以 所以你們 直接去 在這邊 看 是比較 就是已經知道 在哪裡了 那 我們很常是 要用Google 不建議是用 ChairGBT ChairGBT可能太好用了 但是 如果我在寫 剛學寫程式的話 你很勵志要當工程師 我建議還是 試著用一些 keyword 那如果是我 老師的話是用 RDisplayImage 那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用 show show image 然後 in r 我類似會這樣寫 那一樣可以到這邊嘛 就是 要試著用一些關鍵字 然後 最好是用英文來查 因為寫程式 就是 大部分是從國外 國外 比較多嘛 那 最好是用英文來查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工程師 養成的素養 這樣子 那接著 下面 下面有個小節 下面有個小節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讓你的程式寫得優雅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這個 我要回去貼 ceta1 用這個 改成ceta1 好 這個是我們很常 之前我們很常寫的一個語法啦 但是 我們如果是 如果是一個 對程式不熟的人 或是 你可能要 一行一行 這樣子看 就是你 單純這樣直接看 可能不容易讀啦 就是 對於 別人 如果別人要幫你 call review 的時候 會覺得你的程式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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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會習慣的是 用這樣的方式 每做一件事情 都把它存成一個變數 如果你不想存成一個 同一個變數的話 你可以 也可以這樣啦 但是 這樣的意義 這樣的變數名稱 就會顯得這個 不是指 同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跟這個 其實有點落差 就是你的變數 通常 我們要取變數名稱 通常會是一個 這件事情 做完的一個 命名 方式 這樣可以嗎 我再重結一下 但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存 這樣的存 儲存 這樣的存 每個變數 都會佔記憶體 一個空間 那 如果你的 如果是一個很大的檔案 很大的一個資料 那它佔的記憶體 就會很容易爆掉 這樣可以嗎 那 有時候 我們會 要寫的話 這個就是要取得平衡 那 我們這邊 有一個套件 是用這個的套件 那 可以幫助 增加 讀 讀程式的 一個可讀性 這樣子 那它的做法 就是 % % 箭頭 %大於箭頭 大於 % 那 那 這樣讀的方式 是 它先把這個Data 取出來 然後 往下一個動作 往下一個動作 去做 所以它是 這個 先做Fetal 再做Levels 這樣Lens 所以 把箭頭 當作一個方向 然後先做這樣事情 再做這樣事情 再做這樣事情 這樣可以嗎 那 這樣可以 比較容易 讀這個程式 讀的是指 我們在看這個時候 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它可能 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它在做什麼 好 那 有時候 我們還會 它如果有 有參數 有參數的時候 這邊要 跨壺 那這邊 因為剛好 它的參數都是 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 跨壺 只要這樣跨壺 就好 那 如果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的 東西 一個一個丟進來 我們是 習慣是用點 等一下這邊就會跟你講 為什麼要用點 因為它們都是 只要一個參數 這邊 Fetal 裡面是放一個參數 就可以做了 沒有其他參數 那 我們現在先自定義一個 Function 先自定義一個 Function 那這邊自定義一個 Function 它有三個參數 有X,A,B 這個 老師有教過Function嗎 自定義Function 有嗎 那現在它有三個參數 要輸入 那 我們可以用 這邊 意思是說 1到5 然後這邊 2跟5是固定的 那它是改變 X 那我們執行一下 它就變成這樣 OK 它是這個意思喔 點式子 要把 這個東西 這個前面的東西 前面的這個物件 放在這個位置的參數 這樣可以嗎 那因為 前面 它只有 前面的這個函數 它只有一個參數 所以 你放一個點 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代表它直接做 那你也可以 如果它只有一個參數 你也可以不用 跨幅 或是不用點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這樣的意思是說 它把 它 它X跟B已經固定 是2跟5 然後A是會改變的 這樣可以 那這個是這裡 一樣的意思 就是 AX跟A是固定 是2跟5 這個參數 然後B的話 是 會變的 一個設定這樣子 然後 這兩個 比較不常用 我基本上也沒什麼看過 那 這個 我看一下 是什麼意思 這邊有一個 我看一下喔 也就是說 它這個是 有點像是 A A 加1 加1 這樣的 一個 這個 有點像是這樣的一個 這個 方式 這樣可以嗎 就是 這個其實我也沒有用過 那 就是 試著去 看它的結果 就是我在看程式的時候 會去執行它 然後看一下結果 去猜它可能 做法 是什麼 然後去 然後去 試著去改一下它的參數 來理解它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 它現在是把它加2 然後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 是直接 直接改變它這個變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原本我們是要等於 那 這個東西 就是直接改變它的變數 那這個前招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假設它這個是Data Data frame 這個是Data frame 那它是 把它 選這個欄位 這樣可以嗎 大概是 就是 這個的意思 對吧 OK 那這兩個我覺得 不用特別記 就是 有很多種 一樣的做法可以做 不用特別多記一個 那這個比較 比較推薦你們用 推薦你們記 記這個就好 那後面這兩個就 看看就好 然後 我們最後一次去 這邊其實就是把前面的程式 改成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這邊其實我就不多帶了 因為基本上 只是把這個改成這樣而已 這樣可以嗎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就是 我們就是要懂得用一些套件 然後 然後 讓增加 讓怎麼樣 讀檔比較快一點 如果檔案 太大的話 讀檔比較快 影響 不要影響 我們工作的效率 然後再來是 增加自己寫程式的一個優雅性 然後讓別人 co-review的時候 比較容易 然後再來是前面第一小節 就是 基本上跟上一堂課一樣 就是我們要去 思考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就第一步很重要啦 先思考第一步要怎麼做 然後程式我覺得是幾次 先思考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然後程式是負責把它實現出來 那我們現在課到這邊